有女朋友的她竟然跑到酒店去见前女友 二人不仅聊天喝酒 最后惊骸抱在了一起 约定明天再次见面 乔琪 乔琪 留下来 再陪我一会儿 我明天还有事 傍晚是在来陪你 别罢了我 乔琪和淼淼是一对甜蜜的情侣 为了有足够的钱结婚 淼淼决定去情人假日酒店应聘 在坐电梯时 她碰到了经理张竹安 张竹安看到淼淼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 在面试结束后 张竹安主动询问淼淼面试结果 不料被助理看到了 助理担心淼淼会抢走自己的工作 最后并没有让淼淼入职 张竹安知道后非常生气 让助理无论如何要找到淼淼 而与此同时 淼淼已经在朋友介绍下 入职了一家广告公司 好巧不巧 她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张竹安 这天 乔琪接到了好友的电话 得知前女友已经回国 请进 董文林 你先坐会儿 我马上就好 这次从美国回来 我给美美同学都带了礼物 对了 我有礼物给你 这次从美国回来 我给美美同学都带了礼物 乔琪 这是给你的 谢谢 这个帮我转交给淼淼 淼淼 淼淼最近怎么样 说出来呀 吓你一跳 快说吧 别拍关子了 挺好的 够多时间了 我们就结婚了 木头忘了 这个是你爱吃的 黄菲 给 给 谢谢 你还记得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和美国怎么样 我们离婚了 乔琪这才知道她过得并不好 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这天 淼淼在和张竹安谈广告的事情 乔琪来接你 两个情敌终于见面了 张总 我听淼淼说喜欢你 希望你把广告交给他们公司做 你要相信她的才能 我对她的才能正在了解 我会认真考虑 自那之后 张竹安经常邀请淼淼一起示范 哦 对了 我决定了 我们公司今天首期五百万广告费用 都交给你来做 淼淼也成功谈成合作 这天淼淼和乔琪在家里休息 乔琪的前女友来邀请二人一起看电影 淼淼和乔琪前女友曾是摄影 二人关系很好 但淼淼因为还没有完成广告 选择独自在家 让乔琪陪前女友去看电影 乔琪居然想都没想就跟着一起走了 他们走后 淼淼独自一人在家翻看架子上的书 不料在书中发现了乔琪前女友的照片 淼淼非常生气 拿起衣服夺门而出 乔琪看完电影回到家后 看到一屋子狼藉和地上的照片 也知道是淼淼看到照片误会了什么 这天淼淼来张竹安办公室谈广告的事情 传真发来了一份张竹安看不懂的德语合同 淼淼凭借以前学习的德语 成功帮张竹安翻译了文件 乔琪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想和淼淼找时间谈谈 淼淼工作时的认真也深深吸引了张竹安 乔琪担心淼淼还在生气 想请她吃饭 但这边张竹安也在请淼淼吃早餐 并邀请淼淼参加晚上的舞会 在舞池中灵动的淼淼也深深吸引了张竹安 此时的她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乔琪收拾完屋子后坐下 拿起她和淼淼一起买的爱心石头 想着她们过去的点点滴滴 只是淼淼已经不在她身边了 乔琪不由地感到惆怅 而淼淼也答应了张竹安一起去深圳的邀请 动身前往深圳 乔琪找不到淼淼非常担心 到淼淼闺蜜家询问淼淼去处 闺蜜在乔琪的询问下 输出了淼淼和张竹安一起去深圳出差 乔琪立刻动身前往机场 想要与淼淼见面 此时乔琪前女友正准备来找她 看到了门口贴着的字条 失望离去 离开路上她心脏突然难受 倒在了地上 乔琪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 但此时淼淼与张竹安已经登机 在乔琪赶到机场的同时 前女友也因心脏病晕倒在了地上 她看到了前女友发来的消息 由于片刻 她还是决定先去医院 而淼淼的航班也已经起飞 他们就这样错过了 当乔琪赶到医院时 前女友已经因为心脏病不幸离世了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直到医院将遗物递给了她 其中包括一个录音机 在交谈的过程中 淼淼得知张竹安也有女朋友 但她女朋友比较在意事业 两人很少见面 淼淼和张竹安在相处过程中 关系好像更亲密了一些 这天张竹安和淼淼一起在酒店吃饭 碰巧遇到女朋友宋小北在这边谈生意 宋小北看到她后 直接走了过去 淼淼看到宋小北的动作后 直接愣住了 宋小北走后 淼淼也直接回到房间 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张竹安看到后 立即抱住了淼淼 我真的很喜欢你 这几天 恐怕是我这些年来 最快乐的日子 尽管如此 淼淼最终还是决定离开 回到家后 她看到了好朋友的遗症 和留下来的录音机 她独自一人静静聆听录音机的内容 她才发现 一直以来都误会了她们 而此时乔琦却认为 淼淼已经背叛了自己 将她一人丢在了 下着滂沱大雨的夜晚 等到她再出来寻找时 已经不见了淼淼的身影 她狠心丢到了她们定情的石头 第二天 哪怕乔琦买的股票展望 拍的照片获奖望 她也不甚在意 因为她最爱的人已经不在身边了 出门后 乔琦碰到了张珠安的车 张珠安想要向她解释 她和淼淼并没有关系 可乔琦并不想听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 你也不会相信 简单的说吧 如果你现在放弃她 就等于不爱她 那我现在 就告诉你 我马上冲上去 你要干嘛 而且我非常有把握的说 此秒不会拒绝我的追求 好了 那是你的权利 随你的便 我不在那里 我会对她非常好 你会非常爱她 她跟我一会十分幸福 你信吗 这跟我没关系 谢谢 张珠安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去找她 我不会放过你 最后张珠安用激将法 成功让乔琦 意识到自己还是爱着淼淼 此时的淼淼坐在广场上 回想起自己与乔琦的过去 这无时无刻地在提醒着她 她们已经分开了 回到家 她独自一人修复着碎掉的相框 粘贴好被撕碎的照片 回想起过去种种 不禁落下了眼泪 她们在集市上 看到了曾经病情的石头 两个人经默契地多买了下来 乔琦独自一人在黄埔江边 看着买来的石头 而此时淼淼也来到了江边 乔琦回头的一瞬间看到了淼淼 二人对视 两颗相爱的心至此慢慢靠近 紧紧贴住 只要我们在一起 只要爱不再遥远 只要爱不再遥远 更多精彩电影 敬请关注电视电影频道